大家好 贺望兰从8月份到明年5月份这段时间都是它的花期 那么进入到8月份9月份这段时间 我们就要适当的给它促花芽 首先我们第一点要做的就是适当的给它增加光照 因为只要通过光合作用 它的转换养分的能力才会变得更加的强 所以适当的给它增加光照 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要避免这个秋老虎 适当的在中午的时候给它遮一下阴 不要给它照射中午的阳光 虽然说它已经立秋 但是这个温度还是有短暂的高温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第二点就是给它补充磷甲肥 这个时候大家切记不要给它使用一些大元素过高的肥料 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再给它使用复合肥 因为它进入花期需要的磷甲元素相对高 所以我们就直接使用磷酸热金甲就可以了 磷酸热金甲它是一种水溶肥 我们只需要按照1比1000的比例给它浇灌 等这个盆堵干了 我们就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我们每次浇水都可以使用 只要按照正确的比例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给赫旺狼浇水的话 要注意偏干管理 因为土壤稍微有点干燥 才有利于它花芽分化 所以大家想要赫旺狼准时开花 那么在八九月份一定要给足这三样东西 光照 磷甲肥 还有控水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